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鼓励民众态患耗能设备智慧用电 台东县政府办理了一般住宅节能设备态患的补助计划 在7月初就因为经费用庆公告暂停收件 但是民众零贵以及电话的询问不断 台东县政府向经济部申请再加码392万元的经费 约可以补助1300台的节能家电 也从即日起开始受理 住家外墙上的老旧冷气红隆隆运转耗电又伤荷包 为了鼓励民众态患耗能家电落实节能减碳 台东县政府办理一般住宅节能设备态患捕据计划 冷气及冰箱最高补助3000元 从4月中旬受理 截至7月初申请案件已超出预算 公告暂停收件 由于民众询问踊跃 台东县政府今日再加码 推出第二波补助 扣除第一波超支经费后 剩余392万元 约可再补助1300台家电 即日起开放受理 我们这两天同期大概有五六十位已经完成申请了 只要是在107年12月7号以后购买节能的家电 冰箱跟冷气用节能的一个设备来钛换的部分就可以来申请捕捉最高每一台可以捕捉到3000元 由于太换设备必须为太旧换新 民众需报费原有旧家电采购新的 并减负费4机回收连单 新购入的家电也必须符合能源效率一二级标示 新增购及二手商品则不在补助范围内 记者萧家惠 台东市报道